35岁以下学驾照,可获最高1000欧元的奖金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这项政策的颁布不是没有原因的 过去看过华人街小编的视频的街友们应该都清楚 意大利90%的运输靠的是公路 而近期因为强制健康马上岗的规则 导致了一大批司机无法工作 所以为了平衡供需关系 激励货运司机上岗的活动就此即将展开 这也是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部长一起认可的法令 具体的实施将在它转换为基础设施法令生效后60天内通过 预计会在2022年6月30日开始总投资100万欧元 让我们来看看申请条件以及具体规则 一、这项奖金每个人最高可达1000欧元 二、在任何情况下 奖金的金额不超过申请人提交发票金额的50% 也就是说如果学费加考试 实际支付的费用为1000欧元 那么只能申请500欧元的奖金 三、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 还必须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 四、以及它还必须您再获得专业的驾照 驾驶执照或者CQC资格后三个月内 找到一份货运的工作 并且与承运人签署长期至少6个月的雇佣合同 具体的申请方式还需要等到2022年才会出来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国家对于年轻人在就业已经是很帮忙了 在西班牙我可以携带多少现金上街 意大利西班牙消息在新技术的推动下 新的支付方式越来越流行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用现金支付 新的支付方式有非接触是卡 手机支付二维码或通过Bizem等应用程序进行转账 这些只是取代现金的一些工具 越来越少的人在钱包中携带钞票或硬币 然而我们在街上可以携带的现金的法定限额是多少 有管控工具吗 一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现金数量确实有限制 在4月28日关于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第10 2010号法律中规定了最高金额 西班牙境内可携带的现金限额为10万欧元 如果想在本国转移此金额或更高金额 则有必要申报此程序 另外如果是从国外回来或前往国外 限额为1万欧元 温州打工载中是一大奖 坦言穷的只剩下钱 先后两次中彩票一次领了186万欧元 约1300多万元人民币奖金 另一次是1.373亿欧元约9.9亿元人民币 曾经当过餐馆帮助 也曾在商贸区和百元店打杂的他 如今确住豪宅成了足球明星C罗的邻居 18年前去往西班牙打拼的温州人阿米 应该想不到如今自己竟然成了超级大富豪 西班牙世界报的报道称 这个住在马德里郊外 赢得欧洲乐透彩票1.373亿欧元 约9.9亿元人民币大奖的中国人 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报道甚至称他为一个城市的传奇 报道显示 阿米曾不止一次赢得过彩票奖金 在欧洲乐透彩之前 他就曾赢得过 西班牙国家彩票186万欧元的奖金 曾经有记者询问他第一次得奖的感受时 他的回答朴素而真实 我连续三天没能睡着 睁着眼睛到天亮 第一次获奖带来的幸福感甚至大于第二次中更大的奖 当时我妻子刚来到西班牙 所以我认为一切好运都是他带来的 他是2013年9月13日来的 妻子和大儿子和我团聚48天后 我就赢得了186万欧元奖金 报道称 阿米2014年6月赢得了1.373亿欧元大奖 领奖后还向西班牙财政部上交了2800万欧元的税款 现在他把钱放在银行 通常选择比较安全的理财方式 阿米的话语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恩 迄今为止他依然不相信这都是真的 采访中他还对记者坦言 我依然是穷人 穷得只剩下钱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 进行 探索 探索